主席可以談一下昨天怎麼情況,你覺得說民進黨是把你立完就把你拋棄嗎?尤其是新潮流 哇!不要說新潮流啦,這題要問什麼? 對啊,你昨天怎麼會有感而發?本來就是這樣不是嗎? 沒有,我倒覺得是這樣,2014年既然口號是推倒藍綠的高牆,那就是推倒藍綠的高牆,所以民進黨有時候會在外面散佈柯文哲背叛民進黨,奇怪你們一開始不是要推倒藍綠的高牆嗎? 我們不是說你意思說是利用我去達到你的目的 其實2016選完我就知道,大概就把我丟到垃圾桶了 還有其他問題嗎? 你是目前都還沒考慮要藍白河嗎? 不是啦,每次人家問我這個題目,那總要有proposal,就是要有人有提案要怎麼合 每天都聽到藍白河、藍白河,到底怎麼合也沒有跟我講過 所以現在有跟郭董談過嗎? 這很奇怪,我跟郭董每次都剛好錯開,我去走白河輪回來,分到出國 等到我回來,奇怪,我說我要回來找他,又輪到他出國了 等到他回來又分到我出國,奇怪,這個每次都蠻剛好的 不是故意的,剛好都錯開了 沒有電話聯繫? 是可以,簡訊是可以聯絡啦,但是簡訊也沒有寫幾個字 還有其他問題嗎? 昨天有提到說藍白河每次都有這樣提,但是沒有說具體的要拿什麼來換 那假設國民黨有具體說拿出東西來換的話會考慮嗎? 不是啦,我想講說不要回答假設憲的題目,對不對 沒有,我覺得這樣啦,常常DNA差很多啦,這還是有他實際上的困難 還有一點喔,人家國民黨想說自己就好了,為什麼要找你? 不一樣 那主席也沒有跟侯友委和市長 我很久沒有聯絡,自從我沒有當市長以後就沒有聯絡 有當市長,兩邊有雙北合作平台,一定要見面 我現在已經變成老百姓就沒有什麼機會來往 在高雄有比較輕鬆嗎?比較沒那麼政治味? 你們每一個問的題目都很政治味